2018好交情伴手禮創意大賽 在 隊伍中然後挑出這麼棒的商品 真的是謝謝他們 謝謝 我們看前面 首先先感謝一下我們的榮亞署署長 還有我們的古研所所長 還有以及其他我們的就是長官們 謝謝 第一位優勝者是 21號小熊烘焙屋 好看前面來 我們下一個開心點 也要被採訪了 第二位優勝者是 28號香果園烘焙方 恭喜他們 好 季軍得獎的名單是 30號雅鑽10月 好來 叮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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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宜蘭的香果園烘焙坊 香果園烘焙坊 對 因為創意比賽嘛 所以我們要集結我們當然是在地宜蘭的食材 因為我們其實吃膩的時候大環酥熱量太高了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把它打碎 加在它的香蕉醬裡面 這樣子降低它的熱量 而且也有精少的那種香氣甜味 我們吃起來其實很酸厚 不會覺得很油膩 那今天就是我們有得獎的作品已經拿在手上了 它像一串香蕉一樣 綠色的香蕉 那上衛熊成的香蕉是有點雙色的感覺 那就像這個生意一樣 可能會有經驗多很多的過程 那還是到最美好的時候 我們給這個一個坚勃 讓大家有喜悅的感覺 所以我們最特別在這邊 所以創作的裡面是在於這個 而且非常好 我們像台灣真的最有一個就是香蕉裡面對不對 所以這個伴手禮我相信就是 有外國的朋友們來到台灣 真的以後就是我們最棒的香蕉伴手禮 對裡面還有瓦吉在裡面 好 那各位朋友們 你們很期待想要吃吃看 剛出爐的就是我們優勝的作品 現在看到Amy的手上 現在拿的是什麼 台灣蕉 我們今天這個香蕉還要創意變成台灣蕉 主材料還是香蕉 那我們裡面有 金橘蛋黃 金橘蛋黃 對 所以就是跟我們的香蕉線做一個融合 對不對 所以它口袋 吃起來應該是非常的特別 然後就是針對醬子的品嘗的方式 我們會建議說咖啡茶 或其實咖啡都可以喔 是 所以它未來在店裡面我們會販售嗎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亞軍的作品 用香蕉線我們做出什麼 很厲害 而且讓你想不到 竟然可以做出這麼放的一個伴手禮 我看到了 香蕉就是要做成什麼 香蕉外型對不對 我們做了這個香蕉的造型 這個叫做美 這個叫做 我們的名字叫做美焦糧 就是為我太太而做的 就是讓我們這個美焦糧 來讓我們這個美焦糧來介紹 美焦糧 終於終於出現了 大家都很沒有失望一下 沒有 這是梅子的梅 所以我們是利用那個梅子的酸甜 那去配合那個香蕉那個甜度 所以有那個深甘丁 深甘丁的味道 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看 什麼樣的香蕉作品 可以種分換去呢 有沒有看到Amy的手上 這就是代表我們的台灣香蕉 台灣味 餡料跟蛋黃的比例上 我們有做比較特別去 要求一下 因為如果鮮蛋黃太多的話 會太鹹 那鮮料太多的話 會太大 所以據我所知就是 這個香蕉的外型 是以蛋黃酥的概念去做製作 那內餡的部分呢 就是由我們的就是 我們兩組也所提供的 就是一個香蕉餡 所以呢 大家看到這個香蕉 事實上 就跟你平常知道 蛋黃酥 是有具備那個酥皮的口感 那能夠做到這樣的外型 真的是不容易 尤其裡面的配方 對你們都做得非常的完美 2018好交情 伴手禮創意大賽 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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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